2月9日晚,北欧两项首金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诞生,德国队文森茨·盖格尔获得该项目金牌,中国小将赵家文最终以第43名成绩完赛,终结了该项目冬奥会上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历史。 北欧两项包含两场不同类型的比赛,分别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,即为考验选手体力。 比赛中,德国选手文森茨·盖格尔发挥出色,最后阶段冲刺成功,获得该项目冠军。 赛后采访中,文森茨·盖格尔说自己非常适应赛道,中国比赛场馆很棒。 他还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,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在中国参加比赛。 我曾经在中国参加比赛,这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比赛,但我不知,如果我再来到中国参加比赛,可能会有其他国务赛,但我认为这些国务参加比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